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红枣最有补充一切的功效,而且能够缓解胎卷无力,中气下腺。 红枣的铁元素比较丰富,可以促成血红蛋白的生成,增加血细胞的修养料, 能够使我们的面部红润有光泽,补气又补血,安神助眠。 今天用红枣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的养生食疗方。 经常喝一喝,能够改善我们的气血不足的情况, 失眠多么的情况,坚持喝,使我们的皮肤红润有光泽, 又补气又补血,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有精神的。 准备五六颗红枣,我用的是小枣比较多, 如果是大枣的话,用三颗就可以了。 红枣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。 红枣里面的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, 所以被誉为维生素丸的美育。 红枣中的钙含量比较丰富,并且维生素比较高, 在我们平时的时候,可以多吃红枣,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。 如果是贫血的朋友们,像女性朋友们, 每天都要吃一些红枣,又营养又美味, 而且能够补气血,美容助盐。 每天直接泡水喝,或者煲汤都放一些红枣, 坚持吃上一段时间后,你就会发现了, 自己的气色越来越好,皮肤红润有光泽的, 整个人特别的年轻。 因为红枣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, 所以经常吃红枣,对身体皮肤都有好处。 我们把红枣放入碗中。 来点面粉,我们用手抓拌抓拌, 把红枣清洗干净。 红枣勾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不好清洗的, 而面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, 可以把红枣里面沟河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。 像张洗过的红枣,特别的干净的, 多搓一搓洗一洗。 拌搭好之后, 再换两遍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我们用干净的厨房剪刀, 把红枣剪成小半。 枣糊需要去除的, 枣糊比较燥热,一定不要食用。 剪枣糊的时候, 紧续在果肉剪, 这样不会浪费果肉的。 红枣不光是大人可以吃的, 像小孩子们, 包上手也可以放上几颗, 经常吃一吃, 能够补足气血的。 而且又好吃又有营养。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, 我们用手搓一搓, 把生姜洗干净。 生姜的皮一定要不要去除的, 因为生姜果皮属于凉性, 而果肉属于温性, 两者一起吃, 综合口感的。 我们洗生姜的时候, 加一勺食饮洗, 食盐有摩擦力, 可以把生姜的表皮杂质, 灰尘全部洗干净的。 而且食盐能够减养的杀菌消毒, 加饿食盐洗过的生姜, 我们使用着比较放心的, 想让两回的多搓一搓, 洗一洗。 像冬天的天气很寒冷, 我们可以多喝一些生姜茶水,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。 每天早上喝上一杯, 暖心暖胃又暖身, 一整天暖暖喝喝的, 一点都不会冷了。 多换两边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生姜性温就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的, 如果是平时气血虚, 或者是身体比较凉, 手脚发汗的, 尤其冬天里面很多男性朋友们, 女性朋友们穿的衣服比较多, 总是手脚冰凉的, 怎么暖都暖不热, 这个时候说明水里面的寒气是比较多的, 我们可以多喝一些生姜茶水, 红糖茶水, 可以排出里面的湿毒, 湿气, 寒气, 喝过之后就会很好的缓解的。 我们改刀, 把生姜切成薄片, 切得越薄越好, 各种煎熬之上样的香味还有作用的。 再改刀, 切成细丝, 切得越细越好。 再准备一把百合。 加入清水, 用手抓拌抓拌, 把百合洗干净。 百合腥味干净的,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。 平时可以煲汤喝, 或者煮茶水喝都很好的。 百合是一种晒干的食品, 它比较容易保存, 平时可以多买一些放到家里面。 我们吃的时候直接取就可以了。 百合要是两用的食材, 既可以当好吃的, 也可以入药的。 经常吃百合, 能够自补干肾, 特别是能够缓解失眠的。 像平时, 睡眠质量差, 失眠多梦的, 夜里起夜的, 因为肾去虚, 肾不好, 这个食物可以使用一些百合泡水喝, 能够很好的缓解。 百合就有宁性安全的作用的, 所以使用一些百合, 可以使我们的睡眠质量变得很好的。 我们把生姜放入锅里面, 加入一碗水就可以了, 不需要太多, 大火煮开。 再准备两颗小鸡蛋, 打入碗中, 鸡蛋适量就可以了。 鸡蛋中富含特别丰富的蛋白质, 卫生素, 钙, 磷, 银, 营养比较丰富的。 像平时的时候, 我每天都要吃上两颗鸡蛋, 不钙, 不腥, 不铁, 尤其是白水煮蛋, 营养这些的丰富。 这时候已经煮开了, 我们需要转小火, 再焖煮10分钟, 把生姜的作用, 还有香味更好的激发出来的。 生姜煮好了, 我们把这个生姜全部挑出来不要, 这个时候的营养已经煮出来了, 所以就不需要了。 接下来我们把红枣加入锅里面, 半盒加进来, 再把辣好的鸡蛋加进来, 这个时候我们开小火慢慢的煮, 煮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, 鸡蛋熟了, 半盒烘到也就熟了, 时间到已经焖煮好了, 我要把枸杞放入锅里面, 再焖煮两分钟就可以了, 枸杞不要提前加入, 只需要焖煮两分钟, 这样时间比较早的话, 营养会流失的, 口感也不是很好, 营养好喝又美味的红枣自补汤就做好了, 这样做的自补汤真的是太好喝了, 微微的甜, 不需要加入糖的, 因为红枣自补的甜味, 而枸杞呢也有糖味的, 两种自补的烘盘到一起, 微微的甜, 这样做的汤, 我们早上熟到早餐吃, 早上吃上一小碗, 一整天暖暖和喝的, 暖心暖味又暖身, 很舒服的, 特别是冬天的天气, 既寒冷又干燥,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到老汤喝了, 就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的, 补气补血美容养颜, 特别是收脚冰凉的朋友们, 一定要多喝一喝, 喝上一段时间后, 就明显的好转了, 脚不凉了, 手筋也不凉了, 整个人的身体暖暖和喝的, 很舒服的,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, 有空试一试吧, 点开我头像,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,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赞, 关注, 连转发,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 再见,